徐凤年嘴里嚼着一根随意用手直抹去泥土的甘草 约莫是离火堆尽了 脸上有些暖洋洋笑意 十二柄飞溅 悬甲青梅竹马昭露春水桃花 峨梅朱雀黄童 皮肤金缕泰啊 这些名字可都挺文周周的 比起梧桐院那些红薯黄瓜之类的丫鬟名 可要秀起无数 第二次出门游历 见到的高人也算不少了 世子殿下就如广陵江畔被藩王赵义说成顽童闹事迟金 吸引了大批江湖顶尖人物 这些风流人物 在世子殿下看来不论身手 只说人情味 还是比不得老黄 也就那扣脚挖鼻的羊皮球老头算是接近 要是评价高手风范 五帝城王先知如一道 惊鸿飞入东海 让整座近海水面抬高二十丈 所谓的立拔山河 不过如此了 大官子曹长青也挺符合如是形象 唯独这位赠贱的桃花剑神 让世子殿下有些遗憾 传言中骑驴拎桃花枝的邓太阿 兼具先佛气 可见面以后 相貌平平不说 还喜欢笑 不过是个让人感觉 人畜无害的中年大叔 与想象中的桃花剑神相差甚远 世子殿下正遐想连篇 公孙阳闷不吭声坐下 拎了两牛皮囊子的烧酒 少年王大使见徐公子没动静 生怕惹恼了这位邦里地位 仅次于老帮主和肖腔的大克青 赶忙咳嗽两声 公孙阳瞧了瞧 这位根骨平庸的鱼龙帮子弟 那张苦相脸旁太阳 打西边出来的笑了笑 也不急着与徐凤年说话 主动问起王大使一些家常琐碎 王大使这才知道 父亲曾经算是公孙克青的半个记名弟子 事实上当年鱼龙帮接收王大使 正是公孙阳强力举荐 不管什么段位上的宗门派别 吸那帮众 都是大事 没有鸡毛蒜皮一说 如今官府对江湖管辖的眼力 所有帮众户籍都要记载在册 于是有了一条不成文 但双方心知肚明的朱连 曾经有江阳大盗被捕 被官府顺藤摸瓜 大到本事不高 但二十年习武间流窜过的帮派 竟然多达十个 结果这事情闹到青州刺史那里 可连七八个不巧在青州境内的门派 都受到惨痛牵连 这让整座江湖都引以为鉴 再者 帮众既然为了帮派出力打拼 许多赋税也就要搁置到帮派头上 那些人数多达七八百甚至数千的庞然大物 自然有厚实家底和各种生财门路 不会太劳神 可鱼龙帮这种家缝里讨口饭吃的小门小派 这比开销就跟勒在脖子上的绳子 说不定哪天就给勒得喘不过气 一个死翘翘完事了 只不过王大使能入鱼龙帮 过上骑马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 公孙杨却从未提及是他的功劳 早年孩子才入帮派 每月断然没资格拿一吊半钱 其实那折合白银有星号分的一吊铜钱 都是出自公孙克卿自己的钱钱囊 直到王大使长大以后 可以拿到这份一吊半 公孙杨的补贴才悄悄作罢 肖腔说公孙杨是闷葫芦 不冤枉 徐凤年见公孙杨带了两只酒囊 笑着讨要了一只 结果后闻了闻 嘿 果然是咱北梁老少皆宜 穷妇都喜的绿椅 心情大好 仰头惯了一口 迷眼笑问道 公孙先生 二帮主又去捡替镜地方 练剑了 公孙杨嗓子沙哑 不知是青年闯荡北莽被风沙吹的 还是喝酒喝伤的 白手道 只是靠卖力气混饭吃的粗笔武夫 当不起先生称呼 我虽不习剑 也知道天底下所有事情 都是勤能捕捉 肖帮主建树这些年龄老 还能渐入佳境 想必与他这份毅力有关 徐凤年提了提牛啤酒囊 笑道 无事不登三宝殿 公孙前辈有话直说 公孙杨犹豫了一下 苦笑道 幸好公子没有说 无事献殷勤 算是给足面子了 徐凤年有些讶异 没料到这位客卿还有些幽默 对于敢拿自己开涮自嘲的人 世子殿下一直比较容易有好感 倒是对那些个半桶水就端足架子的 一直不待见 徐凤年再灌了口酒 陌生静待下闻 王大石见状 寻思着是不是该滚蛋了 屁股才离地半吃 就被公孙杨拦住 大石 听听也无妨 公孙杨盘膝而坐 把酒囊放在腿上 开门见山说道 石不相瞒 这一路行来 公孙杨一直暗中窥探徐公子的身手高低 走路不乏间距 上下马的动作 骑马时的呼吸 都曾仔细留心 若是被我瞧出门道 道也不奇怪 可是公子气机内敛 公孙杨到头来 什么都察觉不到 起先以为公子只是普通的习武人士 再将军府上学了一些锻炼体魄的军武技机 可到马关客栈那一晚 小姐与公孙杨说公子一击就要了那北梁汉族的命 这尾时让公孙杨吓了一跳 小姐的剑术虽说未经生死厮杀的打熬 却也在剑道上登堂入室 使出离手剑融入刘家独门炮锤的鸭香绝技夫子三拱手后 仍是自称胜不过那名叫赵颖川的刺客 不管公子是否占了偷袭刺杀的大便宜 能够一击毙命 实在不容易 赵颖川尸体在被抬走前 我曾私下翻过赵颖川的后背 见到他脊柱被捏断后的形状 便是公孙杨自认轻壮年纪的巅峰时期 轻力而为 也不过如此 并非公孙杨自卖自夸 如今虽说对上一位三平五夫 不用牛角功的话 都要灰头土脸 但我走的是最吃岁数的外家全露术 人怕少年全怕壮 以前也曾勉强摸到王朝平定的二品实力的门槛 王大使一脸亥然 二品 这对底层江湖人来说 便已是登了天一般的高手 便是靠一双手打下鱼龙帮基业的刘老帮主 内外兼修 年老力不衰 如今也不过是堪堪临近三品本事 但在灵州已经能够震慑群雄 灵州拔尖几个门派的定海神针 也无非是三品实力 而且无一例外都是此生 无望二品 但眼前这位脚染尸毒 连走路都微瘸的四十几岁客青 居然自称曾是二品高手 王大使不敢怀疑 只是心中翻江倒海 在看公孙杨 可就不只是敬畏他的客气身份了 对武林中人来说 四品是第一道门槛 二品是第二道 要想愉悦 更加艰难 一名武夫 一生有多大的运气 才能两次鲤鱼跳龙门 过了四品接近三品 才算是一名高手 这是江湖常识 可怜王大使根本没奢望 这辈子能达到四品 有些人吃着碗里的 就想着锅里的 还他妈想着种在地里的 可还有少数一些人 吃着碗里就很开心了 谁都知道知足常乐的好 可很少有人真愿意享受这个好 少年后知后觉 喉咙咕弄一声 僵硬缓慢地转头 正正望着徐凤年 客清公孙杨说的直白 少年在性格憨厚 也知道言语里的浅显意思 感情身边这位好风度 好相貌好脾气 好说话的徐公子 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手 还是很厉害的那种 高手不都是如萧枪副帮主 那般不尽人情高不可攀吗 少年本就不聪明 还没喝一口酒 只问着香气 便觉得晕乎乎的 徐凤年望着公孙杨 轻声说道 公孙前辈 你直说就是 如果是分类事 而且能帮得上忙 我肯定帮 公孙杨明显松了口气 揉了揉 胡须凌乱的粗糙脸颊 这位客清 是天生落腮胡 懒得打理 穿着如家图四壁的老农 也就显得不休蝙蝠了 公孙杨叹气一声 说道 不知为何 这趟到北莽留下城 半旬以来太过安静了 这让我很担心 接下来几天会有意外 万一到时候有状况 公孙杨不敢奢求 徐公子如何为鱼龙帮出力 只求到了鱼龙帮拼死 都解决不了的境地 或者说是公孙杨死了以后 请公子带小姐和王大使 回到北梁 当然 公孙杨只要有一口气在 公子就不需要出手相助 徐凤年点头道 好 公孙杨心中压了半寻的巨石 终于落地 笑容真诚 与徐凤年酒囊相碰 各自灌了一口酒 公孙杨似乎心情极佳 也就打开话匣子 好似要把这些年 闷在心里头的话 都给说干净了 才痛快 望向满天繁星 感慨道 天外有天哪 倒马观客站内 不足五十步 公孙杨自诩 剑术还算马虎 可二十几剑 竟然都被那 约莫是一位北莽郡主 身边的高人 以手轻松拨去 或真价实的二品身手 公孙杨自愧不如 呵 也许徐公子没留心到 那名雕妇额女子 腰间玉扣子 是北莽 薰贵独有的 鲜卑头 不是皇室宗亲 哪怕你是北莽的 二品重臣 都无法佩戴 这也是我担忧的地方 那女子刁蛮至极 最可怕的地方 是兴致所致便 有本事去做 在北梁境内的 道马观 她兴许 还有顾忌 可到了北莽 鱼龙帮 也不是什么 了不得的过江龙 若是被她惦念上 小姐出了事情 以后 公孙杨 便要对不住 老帮主的托付了 早已猜到 雕妇鹅女子身份的 世子殿下 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做出 一脸恍然的神态 轻轻点头道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 而且这个 还不是贼 是有官家身份的劫匪 难怪公孙前辈 要忧心忡忡 三人沉默过后 徐凤年笑问道 以公孙前辈的 莲珠剑术 在北梁军里 捞个类似 道马官折冲副位的官位 并不难 怎地不要这份富贵 公孙杨一脸苦涩 摇了摇头 徐凤年将公孙杨的 言语串联起来 再加上 他心甘情愿 在鱼龙帮里折服 以及那一手漂亮 并且犀利的莲珠剑 和一口经过许多年 还是不曾淡去的 浓重稀蜀口音 徐凤年有些理解 他的苦衷了 曾有诗云西蜀公孙善莲珠 世子殿下 自言自语道 北梁铁骑兵临城下 旧西蜀皇帝自义 皇叔战死城前 誓死不详 天子守国门 君王死设计 西郎大学士 兼兵部尚书王延 礼部尚书陈良末 六部官员 将军副将 太守之县 大儒文人 游侠义士 须眉女子 人人赴死 死在皇帝 与建皇之前的西蜀官员 仅是可以在史册上 找到名字的 有足足两千多人 春秋九国 天居异余的西蜀最小 可自尽殉国 却是八国中最多 好一个亡国不亡骨气 公孙杨低头去喝酒 老泪纵横 难难道 君王尚且敢死于社稷 我等西蜀百姓 为何不敢纷纷赴死 只是公孙杨那时年少 被族人带去北马 想死却死不得 公孙杨骤然抬头 眼神中有些伶俐 徐凤年苦笑道 公孙前辈 怕我这个将军府上的小人物 会拿前辈脑袋 换钱买酒喝 公孙杨自知失态 摇了摇头 有些歉意 徐凤年喝了口酒 道 这一囊子的绿衣酒 才好喝 出卖朋友 拿人头颅换来的酒 再贵 能算什么好酒 公孙杨哈哈大笑 指了指徐凤年 豪迈道 徐公子若只是江湖人 公孙杨便要与你称兄道弟了 喝完了酒 因事而聚 却静欢而散 徐凤年借着篝火 无手取暖 抬头看了眼天色 站起身 不曾惊扰谁 往僻静处缓缓走去 下了高坡 好似散不散心 只是出了鱼龙帮眼力范围后 被公孙杨悟以为 接近二品十例的 世子殿下身形极略 一步竖杖 行云流水 一气行出十里路 贴地而听 这是北梁游少的地厅术 徐凤年嘴角冷笑 开始恭妖如野猫夜行 逐渐放慢了脚步 距离一座高耸小土坡 百步距离 借着星光 见到坡顶坐着一名打哈欠的汉子 徐凤年猛然提速 瞬间变质 眼皮下垂的望风汉子 才打完几个哈欠 才看见眼前的不速之客 正要说话 就被手刀击在脖子上 敲晕却不倒下 仍然保持坐在坡顶的慵懒姿态 徐凤年悠哉悠哉 躺在他身边 拔起一根干草 叼在嘴上 耳朵里听到了萧腔的声音 真是同一座江湖 同一样米 却是杨百样江湖人啊 一个不大的鱼龙帮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未完待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